尽管距离乔治王子成为英国国王还有很多年,但占星加杰西卡亚当斯已经在关注他的未来。 他声称,尽管乔治王子会遇到一些挑战,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长子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可靠的君主。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作为威廉王子的长子,乔治王子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他的祖父查尔斯三世国王将于2023年5月加冕。 威廉是继查尔斯之后的王位继承人,乔治紧随其后,亚当斯声称,接下来的几年可能会改变乔治王子的王室生活轨迹。 这位占星家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会结交一些意想不到的朋友,还会被学校里的反叛者和怪人所吸引。 他将成为一个帮派或团队的一员,这让他在十几岁之前就可以摆脱王室对他的限制。 在他的青春期,他可能会质疑英国教会和他的宗教教育,并可能反对他。 亚当斯继续说,亚当斯还看到了英国王室会在2023年3月至6月之间做出一些调整,其中包括财产继承方面的调整。 这段时期正好是乔治的祖父查理三世加冕的时候。 他解释说,这一转变将为乔治王子在未来继承和管理英国王室铺平道路。 然而,在长大以后,亚当斯预测乔治将成为一个接地器,可靠的英国君主。 他爱国,相信英国,并将一生都支持英国王室。 占星家表示,乔治王子会像之前的家人一样为国效力。 一旦他在陆军、海军或空军之间做出选择,他将是一个天然的人选。 亚当斯也预测了乔治王子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 他预测,当他长大成人后,他会娶一个与他母亲凯特占星属性相似的人。 亚当斯预测,年轻的乔治王子会以凯特为榜样。 寻找他未来伴侣。 他的月亮落在摩羯座,所以他会和他母亲凯瑟琳这样的人结婚。 他是太阳摩羯座,他对女性的理想就是像他一样,专业、扎实、有抱负、成功。 亚当斯说,但有专家担心,由于哈里王子和梅根一直试图制造混乱, 乔治王子成为英国国王的机会可能会非常渺茫。 王室作家丹尼拉·埃尔瑟提出了这一观点。 他声称,英国王室在几代人的丑闻和危机中勉强度过之后, 已经支离破碎,陷入困境,公众对君主制的善意已经消失了。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毫无疑问,随着女王的去世,查尔斯的继位, 未来几年,英国王室将发生很多变化。 查尔斯国王为了下一代正在努力,在他成为国王后, 他的受欢迎程度上升了,卡米拉也变得更加受欢迎, 但哈里王子的回忆录,还有他和梅根共同录制的纪录片重创了英国王室, 这也许是他目前最忧心的问题。 乔治王子日后会不会成为国王也许没人知道, 但正如上面的占星家所说,他如果继承了王位, 那一定会是一个好国王。 不过,这对于哈里王子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之前一直极度侄子的继承顺序比他靠前呢。 而另外的消息是,哈里的回忆录出版后, 美国人也开始反感他与梅根了。 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受欢迎程度在他们的Netflix电视剧 和哈里王子的回忆录发布后,梅根·哈里在美国不受欢迎了, 民意显示他们的支持率呈现出断崖式下滑的趋势, 他们在美国积累的观众员差不多已经败光了。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梅根·哈勒在美国的人气下滑了, 有民意调查显示,哈里的人气暴跌, 他的支持率下降了45个百分点, 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支持率则下降了36个百分点。 据《每日邮报》报道,哈里王子和梅根一直致力于在美国建立生育, 在美国也很受欢迎, 但在哈里王子发布了一系列针对王室的指控后, 他们的人气大不如前了。 雷德菲尔德和威尔顿为新闻周刊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哈里王子的支持率从12月5日的加38下降到1月16日的7, 而梅根则从12月5日为加23降到了现在的13。 在这本自传中,哈里王子对他的亲人, 英国王室成员做出了一系列的指控, 并披露了他个人生活的私密秘密。 他在《回忆录》中说, 威廉王子曾因为梅根动手打了自己。 不仅如此, 哈里还曝光了哥哥威廉很多的个人隐私, 例如他说威廉非常不喜欢继母卡米拉, 不想要父亲娶她。 另外,哈里王子还指责凯特王妃对梅根有偏见, 瞧不起来自美国还是混血儿的梅根。 提到嫂嫂对梅根的态度时, 哈里非常生气。 在书中的一些地方, 梅根的丈夫提到了凯特对她的不公, 包括凯特王妃不愿意借唇膏给梅根, 曾担心梅根利用她的人脉等。 批评了哥哥威廉和嫂嫂凯特以后, 哈里也没有忘记指责父亲查尔斯和继母卡米拉。 哈里抱怨父亲在告诉他母亲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消息时, 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因为父亲都没有抱自己。 他还说继母是恶棍, 和媒体勾结在一起, 想要改变自己的声誉, 根本不在乎他和哥哥的死活。 当然, 哈里也曝光了自己的一些隐私, 例如在一个片段中, 哈里回忆说, 他在北极行走200英里时, 耳朵, 脸颊和下体都被冻伤了, 该书发布后这成为受到猛烈抨击的众多爆料之一。 最近, 哈里王子还在一个采访中, 间接地警告自己的亲人。 据称, 哈里称他还有很多的故事没有讲述出来, 还可以写一本回忆录, 而且里面的内容很劲爆, 有可能会让他永远都无法和家人和解。 面对着如此叛逆的儿子, 查尔斯国王也许不知如何是好, 他一直都没有行动, 也许是充满愧疚感, 也许是害怕哈里的再次爆料, 他没有办法控制哈里。 由于哈里手里还有很多的王室秘心没有曝光, 包括查尔斯威廉在内的王室成员, 也许非常忧心, 但他们据称还没有放弃哈里, 还想要与他和解。 美国民众对哈里就没有这么友好了, 哈里的回忆录上市后, 他们在美国的人气也明显已经败光, 考虑到他们在英国早已不受欢迎了, 哈里夫妇的前途可能会变得非常惨淡。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哈里王子, 这位自我流放的皇室成员, 通过他的回忆录, 让全世界对他的家人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重点是, 全是负面的。 而这本取名为, 备用的书, 就像是一幅无可救药的分裂的温莎宝的写实画像, 描绘了家庭成员之间如何通过小报及媒体, 来争夺各自的势力, 通过相互诋毁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哈里和梅根辞去皇家公职定居美国, 声名狼藉的安德鲁王子在性侵犯诉讼后被排除在外了, 加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 让皇室在职的高级成员大幅缩减。 据哈里说, 即使是这些留下来的人也在相互竞争相互对立。 历史学家埃德欧文斯说, 威廉是最受欢迎的皇室成员之一, 但哈里将他的哥哥描绘成脾气暴躁, 有权有势且喜欢使用暴力的人。 这对威廉的伤害尤其大, 皇室必须学习如何与哈利打交道, 或是与哈利达成某种和解。 几位王室专家表示, 自从戴安娜王妃于1997年离世后, 哈里和梅根的闹剧已成为君主制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 过去, 每次都是由女王来摆平, 可是现在缺少一个这么有分量的人。 尽管王室已经向哈利和梅根发出参加加冕典礼的邀请, 这表明查尔斯国王在释出善意, 但哈利对此不置可否。 他说, 从现在到那时, 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 难道他指望作为国王的父亲和作为皇储的哥哥先向他道歉?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还没有认清, 没有接受他是备胎的命。 而梅根却已为全家想好赚钱的法子了, 哈利每年都写一本回忆录, 爆料哥哥嫂嫂, 父亲继母, 王室有那么多成员, 不怕素材凑不够, 从80年代起民众就开始对英王室特别感兴趣了, 所以只要温莎王朝存在一天, 他们就可以笔根不错地写下去, 毕竟人类的本质是吃瓜群众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